1月28号下午,省委书记张国清在他所在的省13届人大五次会议沈阳代表团参加审议政府工作报告,审查辽宁省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钢要草案计划报告预算报告。 张国清在发言中说, 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,紧密结合辽宁实际,总结成绩实事求是客观实在,查找问题直面矛盾正式不足,谋划目标积极进取奋进向上,部署工作具体实在切实可行,是一个政治站位高实践性强的好报告,我完全赞成。 十四五规划纲要,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党中央决策部署,符合辽宁实际,富有时代感,体现创新精神,是一个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,传递良好预期,朴素实在接地气的规划纲要,我完全赞成。 张国卿指出,过去一年,沈阳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,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,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高,疫情处置应对及时,党的建设不断加强,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、新成效。 张国卿强调,全省上下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,着力在抓落时上下功夫,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一个个施工图变成实景图,开局之年,奋力迈好第一步,展现新气象。 要紧跟时代发展步伐,充分认识建设数字辽宁制造强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,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,加快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建设。 要持续改善发展环境,把打造良好的法制环境、信用环境、金融环境放在十分突出位置,涵养创新创业生态,吸引更多符合新发展理念的高质量项目,竞相涌入辽宁。 要一体践行,立体推进新发展理念,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道路,始终保持发展定力,坚决守住高质量。 要更加重视制度创新,以制度创新促进技术创新,以制度创新促进高水平开放,以制度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。 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,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,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,奋力开创辽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。 本台报道